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他听了这个新宇航空那一集EP129 那一集其实总录音时间到了两个小时 有30分钟还是40分钟吧 那一天就是我的一个正常发挥 就是如果真的不节制的话 大概就长那个样子 就是无限延伸 但那集其实讲了非常非常多东西 就是很适合就是入门到终极这一段吧 你可以大概稍微知道一下 那针对于比较入门的东西 我今天也会做一点点回答这样子 好那这个问题呢 是有一位网友 Joe分享了我的这个podcast给他的朋友 这样然后刚好这位这位人凶 我们叫他SS先生好了 那看到这个这个动态 然后今天下午在听 哇你今天下午听花了两个多小时听 我那个讲话还没睡着 所以是非常非常厉害 首先先感谢你的聆听这样 好那这个QA是这样子 我就直接把他的私讯给我的IG讯息 直接念出来 今天有看到网友分享新与联名卡 我下午工作整集听完后 是不是在信用卡级里程这一方案 对于一年出国一两次人 其实很不划算 若在那级里程很容易变成 只是为了打标而花 里程卡是对于长期出差需求 家人在国外或者是留学生 他有极大的帮助 平常他累积的 加上信用卡的帮助效益才不大 是能这样子说的吗 这是他 对他有点长 但他还没讲完 听你分享完 如果想升等商务仓 会是直接购买比较划算的里程 还是用里程兑换 或者购买里程来兑换呢 或是还有其他办法呢 就其实原文就是讲这样 基本上就是问这个 第一个事情是 请问这个信用卡 是不是比较适合留学 或者是有家人 这个长期的 常常在国外的需求 这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这个里程卡是不是对于 可能一年只出一次国的 人不划算这样 那第三个问题是说 那如果真想当商务仓要怎么搭 大概其实就是这三个问题 那我就分别回答 那有可能会一次不容易回答到其他题 第一件事情是 如果每一年只出一两次国的话 其实这都不太重要 其实你出过几次都不重要 重点是如果里程的来源 我们先讲里程的来源 这个之后会有一集 真的是里程的一个 手把手教学 那一集比较 那一集我一直在思考 要不要放出来 因为那一集其实 我大概一个月前就录了 你知道我们节目档期 真的是卡很紧 就是我已经一周三更了 我都还没有一个时间 把它放进去 所以我会近期把它放进排程里面 那里程的来源 基本上以信用卡消费来讲 是最简单的 我觉得最简单 那另外一件事情就是 你可以用购买 购买的话可以分成 你跟网友购买 跟一些朋友购买 亲友购买 或者是跟航空公司购买 那跟航空公司购买 势必的价格会相对比较差 所以这个是购买部分 然后再来是 你有可能是搭飞机累积的 那这个搭飞机累积 如果你最近有在买 这个现金票的话 在买这个机票的话 你会发现说 有一个栏位 他会写说 这一趟的里程累积 可能是30%还是70% 讲简单一点 是越贵票累积越多 所以说其实累积的里程 最大的来源 三个来源 就是来自于信用卡消费 给你搭飞机 以及购买 但是有个大问题 就是购买 有些行 用购买里程 其实有些汉工公司 是没有办法跟你原本累积的里程 合并在一起的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像花康长荣 其实你跟别人购买了4万里 没有办法跟你自己的1万里去做 去做这个合并 不能是同意 就是说那我这样说5万里 我可以换一张亚洲的来回商 不行 所以其实很麻烦 就是为什么那一集 我花两个半小时 来劝说大家不要做这件事情 原因是因为 其实如果你真的要5万里 就跟别人直接买足5万里 这样子 对 那这个是第一件事情 那第二件事情是说 其实如果里程 有非常发现 有可能会有零头 但是如果今天是现金会 课卡的话 你零头就是折底账单 但是在里程这边 零头就是没有批用 那你就可能会 确实会有你想的状况 就是你会有额外的消费 你可能会例如说 你原本是只有4万 但是你没办法跟别人 另外买1万过来 这样子 然后你可能要再多刷 为了可能再多刷20万 为了剩下1万里 这是有可能的 你会说 有没有办法买一些 可以合并的里程 可以 其实你会问这个问题 基本上就是你消费率不够高 我这样讲 有点太冷血 但是那一集 幸运那一集 我有讲到一个数字 大概就是你年刷超过40万 那以40万来说 其实我们那集的试算 年刷40万 你一年大概只能换一张 台北日本的经济厂 来回机票而已 当然这个其实很好 我觉得这已经算 年刷40万 其实在很多家庭来讲 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是非常困难 大家可能 比较不像说 我可能很常吃UberE 或者是说 可能会带刷带刷一个 可能包包5万块 或什么的之类 所以每个人的状况不太一样 那这是一个技巧成多 还是成绩的那一集讲的东西 就是里程 就是跟珍珠跟钻石 一样越大个越值钱 那如果你那个珍珠 只有0.1克 钻石只有0.1克 那就不值钱 就这么简单 那如果你接着3克 对不对 那到5克 那如果到15克 它可能没有那么大 但是总归一句话 越大越值钱 越大越稀有 那距离多大呢 我们通常 我们会设定一些目标 那设定目标 我会建议以年为单位 那什么叫设定目标 就是例如说 像我自己的目标 可能是我每一年 希望有一趟台北 飞美国或者是欧洲的 商务舱来回机票 那我为什么 因为我可能每年会想要出一次 长城的旅行 这样子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 那我就开始去研究里程计划 然后发现说 常温航空如果兑换台北 飞欧洲美国 我们现在都讲美国好了 我们都讲美国 台北美国的话 那商务舱机票的话 需要所需的里程数是15万里 15万里 以这个常温航空最比较优惠的 这个例如说海外消费 10里10元累计毅里的话 那其实我要刷150万 我发现我要刷150万 要许我一年绝对刷不到150万 如果要刷150万 可能每一年可能都刷一台车之类的 对 但是我就想说 那我看看别家好了 我现在看看别家 想说 那别家有办法换到台欧的 台美的商务舱 后来就锁定到NA 那全日空自己 它的表是非常非常的佛心 台美的这个商务舱 它只需要大概85万到95万左右 这个左右 那当然你是有可能要转机的 全日空虽然也是星空联盟 你有办法兑换这个常温航空的机票 但是如果你先兑换自驾机票的话 是要经过这个东京去转机这样子 那它只需要 我们就当9万里好了 对不对 那9万里的话用NA联屏卡 拿到10元1里 海外是10元1里 所以我大概只要花这个90万 我刷了90万海外 我大概就可以换到一张机票 那你一定会想说 奇怪那为什么 这样子的话 大家都会累积全日空 为什么没有人 就是不会说 大家全部都去办这张 中国信托这张卡 原因是因为 其实你有里程 你也不一定换得到票 你有里程 你也不一定换得到票 因为来自于说 假如说你今天的累积全日空 你为了是要换常温的机票 那常温如果不放给全日空 那你兑换的话 那基本上你也是百搭 那你可能就要去换一些次要的目标 可能是台日的经济舱 台日的商务舱 或者是一些其他的航线 所以这其实在疫情后 就发生非常严重 其实全日空在疫情后 是非常不友善的 非常不友善 第一个是全日空 在台湾的状况 非常的 我觉得不好 这是主观来讲 我觉得不好 包括砍班 包括说 现在桃源 就是爱飞不飞 然后现在剩下松山雨天 所以其实这个里程 就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东西 永远都会 可能有个疫情 有个什么事情 可能又发生一些贬值 或者是没有办法兑换到的情况 这个是大家要先知道的 这是一个风险 所以刚刚那个例子 一定有人想说 那我到底累积什么 所以那集的新云航空 新云航空联名卡那一张 那集我才跟他讲 结论就是 其实这些里程 都可以用买的 好像常温航空 是可以直接用买的 以这个15万里来讲 15万里 如果你今天去市面上买 你大概 大概0.45亿里 你可以买到 那我们不要估那么 那么刚好 我们就估一个0.47好了 听不懂没有关系 我会算给你听 那台美商务商 基本上是大概15万里 15万乘以0.47 这样子的话 是7万块台币 7万块台币 也就是说 如果你要兑换一张 台北非美国的商务航机票 你要先花7万块台币 去买所需要的里程 那好 你会觉得这个多还是少 那要看人了 因为有些人觉得 这很便宜 有些人觉得这很贵 那商务商就是这么 就商务商就是这么贵 那这7万块只是里程的钱 那大概还要再加一点税金 税金的话 我忘记是多少钱 应该是几千吧 所以我觉得这张票 大概你就当作 8万块 你可以飞台美商务航 对 那你会想说 哇 商务航怎么这么贵 一定有人也觉得台美 那我宁愿我这座经济舱 可能两三万 对不对 特别说特价 疫情钱 我们讲疫情钱 大概特价可能3万块 然后甚至有那个什么厦门航空 以前有那个一万二费LA的 那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情 就是它其实再怎么样便宜 都还是很贵 所以 老实说 坐商务商 你最重要的 你如果你是想要 坐商务商 你重点是你的消费能力 要跟人家够 因为如果你每天的消费能力 如果你今天 平日消费 你不去特别去增加你的消费 或者就是特别去刷一个包 或者去干嘛的 你平常的消费 可能每一年都可以刷100万 那其实以刚刚的例子 你每一 你100万 然后假如说 运气好又是这个国外的 国外的范畴的话 其实你刷AAA卡 那你每一年就有 你每一年就有10万里 你每一年就有10万里 那我们刚刚这个对换表哥 台美商务航 你每一年就一张 所以懂那个意思吗 如果你今天的年刷额 如果是只有在20万 那你大概两年 才会有一张台日程机票 那我是觉得 你直接去玩 现金回馈比较快 因为你要累积到 然后到那个时间点 然后你再去换 你会被逼得很麻烦 你会被逼到 就是很没有弹性 因为里程本身 它也有期限的 里程三年会过期 所以你今年累积 其实三年后 它就到期了 然后它没有办法说什么 一直让你累积 当然有些航空公司 它是可以一直累积 但是我个人是觉得 那个也不太有意义 因为航空公司 说要改表就改表 改表的意思是说 它可以改这个兑换表格 例如说 例如说这个台美的商务舱 现在全日工 虽然是8万到9万 它随时可以改成 可能12万 15万这样 它要改 随时可以改 它完全不用理你 这样 所以这是一个 非常非常刺激的游戏 但是你要 想要有这个 贪小便宜 跟我一样的话 那你就要能够 承受这个风险这样 所以再回来 再打回来你这一题 你说这个 是不是有出差需求 或者是家人在国外 或者是留学生 才有极大帮助 对这些人 我只能说 这些人他有的 他有的需求 来自于第一个 他会频繁的来往台美 或者是台欧 随便就是频繁 大这种长城的距离 但长城的距离 它虽然可以累积历程 但可能没办法累积的 像你想象的那么多 所以我这样举个例子好了 你觉得台北日本 我有一个盘子朋友 就是我们AKA心底老师 他在二月底 买了一张很贵的机票 希望他将人不会听这个 他买一张很贵的台日线机票 是松山飞雨天的 全日空 他花了2万20去买这张 你知道你觉得 你花2万20这张票 你累积的里程是多少 大家公布答案是1300 1300里 这张票是很贵的票 这张票是非常非常贵的票 疫情前大概 我买一张可能1万20的机票 大概累积的里程大概是500 500里 500里 所以我要搭 我要搭几趟 5乘于 我要搭40趟吧 我才能换一张台日线的经济厂 2万里的经济厂 懂这个巨沙城塔的概念 所以有人说 刘绝生是不是 是 或者是家人在美国 是不是 也是 但是你里面有讲到一个 长期有出差需求 这个才是最重点 因为就我所知 有些公司 我们讲的一个居信公司 我最近有认识一个朋友 在居信公司上班 他们给 他们一年 就以我这个朋友为例 他一年需要去 旧金山大概两次 公司给的预算是15万 搭商务厂 而且公司给的预算是 你可以先刷卡 或者是你刷公司卡 等等的 这个人比较守法 没有想要制造那么多麻烦 所以他选择刷公司卡 然后去买这张票 你买的第一个是你买商务厂 那个就不会 那个累积里程就会比较多 可能就是几千 多一点可能会几万 这样子 这个详细 我没有去算 但是会多很多 你可能买了两张之后 你就有一张台日线的经济厂机票 就是懂那种感觉 就是 所以其实你花出的 你要累积多少 那个其实跟你花出的现金 还是成整比的 那因为这公司会付 那公司也不会有什么里程 公司其实就是看收据 然后报销这样子 所以他像他一个 一年要跑两次 每期的人 然后都做商务厂 所以他会做四腿的商务厂 这种人就是标准出差党 他就非常非常适合累积里程 那有些像这种是他在举捨 他如果今天是自己的公司呢 如果他今天有一个人 他是可能做贸易的 或者是说他自己根本就是 小主管 不要大主管 或者是小老板 或者大老板 随便 那他可以随意保障 会计就是自己家人 那这个更简单的 你可以刷自己的卡 先享受一下这个 先享受一下 例如说一张票15万台币的票 你可以先赚一大堆 你至少可以先赚 一万五千里嘛 对不对 用刚刚那个例子 一万五千里左右 然后你再飞 然后可能你又赚了几万里 这样子加起来很可怕 所以你懂那个意思吗 完全就跟你的消费能力有关 完全就跟你消费能力 跟你的这个 你有没有办法 长期去飞这样 因为即使是留学生 老实说小留学生 一直这样子飞来飞去 也是偏少 也是偏少 因为我有看过那种留学生 是一年再飞一次的 一年再飞一次经济舱 然后那经济舱就是买个 两万块的经济舱 那个没有意义啊 因为便宜的经济舱 它可能累积的里程 可能是三千五千 这样子 那还是没有办法干嘛 所以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还是跟你 完全就跟你的消费的能力有关 这样子 所以 我自己其实是觉得 我自己私下是觉得 年刷四十万的人 可能也不太适合玩里程 除非你确定这四十万 你都可以是海外消费 这样 或者是你跟我一样 你有办法收集到很多的消费 因为或许 像我自己是把全家的消费 全部累积到我身上来 那一集我应该有讲 我把我的家人的 我家人的是拿我的付卡 就是拿我的付卡去刷 这样 然后我当然会跟他们请款 当然就是全家人都是拿我去刷 那这样就会累积的非常非常的快速 这样因为 因为有时候老人家 他们的消费 其实有时候也是蛮厉害的 有时候爆刷也是蛮厉害的 这样 所以 这个就回答你 这个怎么样子的人 会比较适合用信用卡 然后去累积里程 这样 然后你这边讲到的是留学生 跟出差党 跟在国外的家 加上在国外 这个 对 因为老实说 这个累积数字 真的也没有到非常非常的大 对 那如果你不买到商务仓以上 那我是觉得 这个累积里程是不多 好 然后 再来 如果累积 如果放到这个方案 对每一年出过一两次 是不是很不划算 那累积里程会不会变成 只是为了达标而花钱 好 一半对一半也不对 因为一年出过一两次 要定义一下 你一年出过一两次 你可以去日本而已 你可以去冲省而已 你可以去美国 你也可以去南 你也可以去南美洲 这几个都是完全不同的假码 你可以从里程 可能花一万五千里就来回 到十五万里 到二十五万里都可以 你打头等过去 所以完完全全是端看 你到底要什么样品质 你的目标是什么 那如果你是经济舱 那其实你要经济舱 飞冲省的话 最便宜 以我印象中 一万多里来回是没有问题的 那你要累积对航空公司 但是最差 你大概也是 最差应该两万年 应该是可以解决这一段吧 或者是如果你就飞香港 哇 那更便宜 所以 完完全全就是你的目标 白天哪 那如果你跟我一样 是台美商务舱这种 那你每一年 基本上消费 你可能还是要 没有个八九十万以上 你是会比较吃亏的 这样 那所以大家去订目标 然后订目标之后 去算之后 你就会发现说 哇 我打不了 那你就要退合求其次 假如说我刚刚算完 我的台美商务舱 我一年大概要刷个快 一百万的海外消费 我做不到 好 那你就要想别的办法 就想说 好 那我退合求其次 那我每一年 我希望台北跟日本的商务舱 好 然后就可以看一些表 例如说 我现在突然想不起来 大概我们就拿华航跟长荣 目前是五万里的亚洲来回这样 那五万里的话 其实你每一年消费要多少 如果全部海外的话 你要刷五十万 全部国内的话 你要刷一百万 所以其实你大概刷五十万就可以了 对不对 加一些这个有什么开卡利 对不对 那一集我完全都 几乎没有讲到开卡利 因为有时候有些卡片开卡利 可能就给你一万里 那你这本事就赚很快了 甚至是说 你可以把市面上的 很多的卡片的开卡利开一开 然后全部丢到长荣里面去 其实你也可以省一点钱 所以这个就是 一些加速的小技巧 这样子 或者是有些消费 其实你可以从 它是国内消费 你可以用个方式变国外 或者是本来不回馈的项目 你可以用一些方式变成会回馈 这就是一些小技巧 然后中国那边叫做鹿羊猫 这是一些小 无聊的小方式这样 所以其实完全就是看 你能够累积了多少钱 或者是你的目标 然后搭不搭起来 你不能就是说 你每一年的消费 大概你只知道 你大概年消费的20万 然后你说你要台北商务场 那你大概要刷个 你要刷个5年吧 你要刷个5年 然后5年之后 就前面就过期了 而且要记得 你这个东西过期了之后 你就没有办法换了 那个演出就不见了 就凭空消失了 所以你至少还要留一个 一年的空间 让你可以换 因为我想应该不是每个人都是 好我今天到 我今天终于累积到某一个里程 然后结果我明天就去换票 你一定要想一想 然后看一看 然后我要去哪边 然后决定拍假期 这个通常大家都还要花 隔三个月五个月 甚至一年 所以老实说 虽然校期是三年 但这很危险 这还是很危险 大家留点时间这样 所以这样听懂 你会发现说 其实如果你今天年消费是偏低的 这个低可 就是看你的目标 就是看你的目标 如果你今天的目标是台美商务厂 那你的年刷如果只有五十万 那确实是偏低 那确实是偏低 那如果你的标准只是说 我要换一张 每一年换一张台日经济厂 这样 然后你觉得说 这样子的话 那其实你如果年刷可能二十万 那说不定还是有点机会 就是还有点机会这样 所以那一定有人就问我说 那请问一下到底要多少理财 换多少钱 多少东西 这个我建议啊 如果你今天听我这个 你觉得很有兴趣 你可以上网搜非常非常多的 里程的相关的文章 这个其实用听的老实说 是非常困难的 就是这个东西 大多数人是有一个讲义在教 或者是有一个系统性的在讲 甚至有一个网站可以看 那Podcast是一个非常非常 我可以回答你一些很专业的问题 但是他的记忆 他的这个理解会相对比 有视觉的东西来得难很多 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里程相关的网 这个网制啊 或者是社团啊 或什么的 网上Google随便都有 你打个里程 或者是打个长荣里程 或者是打一个关键字 比如说长荣日本商务舱里程 你就加这样加 你就会知道 你先锁定一个目标 你也不要管这个目标到底是 就是太远还太大还太小 你总要知道大家的这个 这个所需要花的里程数 你才能知道说这是大还是小 然后你去回去推算 记得一定要去做回去 推算这个工作 因为大部分的文章 并不会告诉你 你要花多少钱 对不对 很多人会跟你炫耀 说什么大商务舱 但是你知道 大商务舱背后要花多少钱吗 你知道像我刚刚讲的 台美的商务舱 其实你光是买里程 这件事情就要花七八万 但是很多人会 直接略过这件事情 很多社团 可能会直接略过这件事情 可以直接告诉你说 我大商务舱在找 但其实商务舱 你从七八万可以买 你可以可能外占出发 甚至还会再降低一点 就是外占出发的现金票 可能还会再降低 但是这个都太深了 老数字都太深了 然后或者是说 你真的买现金票 你真的用现金去买 这个商务舱的台美线 可能是15万 20万 所以这个价差其实很大 这个价差其实非常非常大 但通常不会有人会算给你 有些网织 或者我甚至直接告诉你说 我只花六千块大的商务舱 那六千块是什么 就税金 然后他在影片里面 或者在文章里面 只默默跟你讲说 我这次用长荣的 这个无限万里有的 以前兑换 这样子 就是骗人点进去 因为老实说 你真的要刷到个 这个里程数 你背后 你可能要刷个几百万 所以这个 我想讲的就是说 我想 我想把这个数字 算得非常非常清楚给你 让你知道 跳进这个坑里面的时候 你会需要 大概怎么样子的财力 你要需要怎么样子 一个年消费 这样子 那还有 有些人讲说 我每一年才赚五十万 那我怎么刷一百万 这又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又是另外很大一个主题 然后 我自己的想法都是 你可以先检查一下 你大概会刷多少钱 然后去计算 而且这个钱大部分都要 不含缴税 不含缴税 因为缴税通常是不能记录 这些里程累计的这样 对 然后便利操舱也不行 当然便利操舱如果保管 一些支付 有机会可以 但是有机会不行 但是在便利操舱要真的 买到一百万 我觉得蛮难的 你刚才是去加盲算的 对 所以 以信用卡累积 里程的角度来讲 消费力才是王道 这样子 那如果以 如果以这个搭乘 搭乘飞机 然后去累积里程来讲 是 出差档是最划算的 或者是说你 家人帮你付这些东西 对不对 家人可能就跟你说 好 你就每一年后来一次 有人养你 都可以 你有金主 都可以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自己 去付这些钱 然后老实说这个很贵 这很贵 我的长征线商务商 从来没有用现金买过 可能要更正 我的商务商 从来没有用现金买过 因为太贵 我真的下不了手 但它相对来讲 它累积的里程也非常非常多 所以如果你是公司老板 或者是你是主管 或者是你在这种 大的外向工作 你有机会能够 这样长期的 这样子 往返 或者是出差的话 里程计划来讲 其实里程计划 就是为了这些人而生的 都是里程的这些 或者是会籍 这种相关的这种会员权益 什么高卡 可以优先check in 什么的 其实都是为了 比较长达人而生 那如果你是一个 相对少出门 相对消费低的人 老实说那些 就不是为你设计的 那你去玩子 会打中你冲胖子 然后也会 也会造成更多不必要消费 但是我也不觉得 造成不必要消费 是不好一件事情 因为老实说 我自己的信奉原则 就是我要赚更多钱 我才能花更多 所以我会去 愿意去花 赚更多钱 这会是我的动力 所以我不会 就要去说 你要花更多钱 去打标 为了获得什么票 因为老实说 我觉得这个也是 我人生当中 非常非常大一个驱动力 这样子 好 然后再来 最后一个问题 Fuck 二十分钟了 最后一个问题是 呃 你是 你说你如果你想要 目标想要升等商务仓 那是要直接购买 还是什么 好 老实说 这个又是一个 很大的问题 那我希望 可以在五分钟之内 十分钟之内讲完 首先 升等商务仓 跟直接买商务仓 好 更正 我要重讲一件事情 搭商务仓有几个方式 当然一个是你现金直接买 很暴力 就是十五万直接宅下去 当然这个都是台美线 这个价格 大家自己去Google 这都大家都Google到 第二件事情就是 我先买经济仓 然后升等上去 好 那升等 其实买经济仓 用现金买 我们俗称现金票 你买了之后 再用里程升等上去 这个所花里程会比较少 但是其实 你要买可以升等的票 其实是比较贵的 大家 你们去看那个经济仓 会有什么 尊宠 基本 超值 通常都是最贵才能升等 或者前两贵才能升等 那应该是大家以前 从来没有买过的仓等吧 那其实经济仓 有分非常非常多的 这个票价 那像草荣 应该是有四个还是五个 四个 四个 然后 星宇也是四个 然后印象中 花航也是四个 那通常是前两个才能升等 但是不要听这件话 你就看你买票的时候 下面它一定会有一个 里程升等 打勾就是可以 那还有一件事情是 今天如果这张票 那它 如果这张这个飞机 它是经济舱 豪金 跟商务舱 其实你从经济舱 一路要升到商务舱 中间还有一个豪金 所以你要获得 付的里程 可能是 蛮多的 可能是什么九万里之类的 所以 如果你今天是 先买一张现金票 再去升等 那 其实你还是要花 一点点钱 那 好处 好 先不要 先不要讲好处 先讲 如果我 这个 这是第二种方式 第二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 全额买现金票 直接买商务 第二个是我先买 经济舱 然后用里程 升等到商务 第三种方式 是我直接用里程 买商务 就是这三种方法 那我们大部分都是 我们前面 二十几分钟在讲的 全部都是用里程 直接兑换商务 这样 好 那就有一些点了 大部分 大部分来说 升等票会放比较多 所谓升等票 就是我们刚刚第二种 你先买经济的 经济的这个票 然后再用里程加价 不是加价 里程升等上去 这个商务场 通常这个票放的是 比较多的 因为其实你还是 付个公司钱的 这样子 那如果你是最后一种 通常也是最划算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直接用里程去 兑换商务场 这件事情本身 他放的票 其实很少 有时候一般飞机长城 美国线 他可能只放两个 但是他其实可能 商务场有二十几个位置 所以大家懂这个差异了吗 就是 如果你今天要make sure 说你今天 有几个case 想要说 我今天要带四个人出门 不要带四个人 我们全家四个人 一起出门 那如果长城线的里程 他只能换两张 那什么 剩下两个人怎么办 我要尽可能省钱的话 我可能就会先买经纪舱 然后压 压可能升等的里程 或者是升等券 这个很复杂 这个之后再说 听不懂就算了 就是压升等券 然后先压两个位置 然后另外再用 可能假如说 长城红工的里程 去兑换 直接去兑换 这个商务场 也就是说 我两个直接兑换商务场 两个去用经纪舱 后补商务场这样 升等不是confirm的 我不一定是confirm的 升等不一定是confirm的 有机会confirm 但通常都要等 他们确定要放给你 这样 所以我们听到很复杂 就是 不是 也不是说 你今天拿了15万0 就说天哪 老子今天花了300万 然后去刷这些东西 然后我终于可以换一张票了 你就会有票换 不是这样子的 这就是为什么 那一集不断的在劝退人家 就是因为 大家都会觉得 我今天 我今天花这么多钱 但我竟然没办法换到一张票 我很气 就换票的时候 还要付税金 比如说税金 可能要五位数台币 你会不会呕死 你一定会呕死 所以 那一集才会不断的去 劝推大家 就是不要去 想不开 去累积 然后也不要想不开 去累积一个 幸运航空 因为幸运航空 目前你根本不知道 他未来要怎么走 这样 好 然后 对 那 那据 哪一个比较划算 所以你又问了 一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 划算 划算的话 通常是直接买 直接买这个 通常是直接买里程 去兑换商务场 是比较划算的 那如果你今天是买这个 经济 就我们刚刚订了 我们把经济 然后再 用里程升胆上去的话 通常会比较贵 通常 但是也有意外 那 我这边再展开一点点例外 就是 我们其实以前都有在介绍一些 所谓的外战票 那 最新一张经典的外战票 就是什么 急人颇发 经过台北 然后中庭 然后可能去 可能去北海道 我们那一集 你可以往前听 往前听 有一个长荣外战 你可以去听那一集 那一集 我自己觉得讲的有点过长 但是有些人觉得讲的很好 不知道 那个例子是长这样 但是外战也可以把它变成说 假如说我今天目标 还是美西的话 你可以变成说 吉隆坡台北 台北 旧金山 旧金山台北 台北吉隆坡 然后你买了一张这样子的票 那这张票通常 其实通常会比你 直接从台北飞 旧金山来的便宜 就是台北飞 旧金山可能大概是15万 但是有时候这张票 如果从吉隆坡发有特价的话 可能你 有可能你 八九万就买得到 有可能你八九万就买得到 以前有一张很经典的票 我讲给大家听 但是现在没有 是从首尔发的 首尔 不是吉隆坡 不一样的吧 对不对 首尔 相对来讲 是我比较愿意去的地方 首尔台北 台北 巴黎 法国的巴黎 巴黎台北 台北首尔 它一样可以分成三趟旅行 就是你可以在台北 做总庭的那张票 如果这一段听不懂 去听那个超龙外在那一集 如果是这样子 那张票只要六万多 台币 那张是六万多 那我 我就把它估七万好了 七万可以这样飞 哇那很疯狂 老实说这个疯狂 而且那个时候 那个仓等是蛮高的 外战票还有一个优点 那一集没有讲 是仓等高 仓等那时候好像低仓 ABCD的低 或足仓随便 那足仓 低仓是可以升等的仓 这样 我这边有可能会讲错 这个就是不要 对大家可以 在五星留言 帮我们纠正一下 低仓是可以升等的仓 所以有些人 如果飞这个 收入台北 台北 巴黎 巴黎 台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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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尔的话 他就会直接把台北 巴黎 巴黎 首尔 这个用里程再去升等 去排后补的升等 这样 然后他就可以在 长城这一段是 升等上路仓 好 我这边有个口误 抱歉 口误是来自 这张票 已经全部都是上路仓 所以没什么好升等的 所以如果有一张票 假如说它是豪金舱 这件事情有发生过 在其他航空公司 但是我们一样 从这张票 但是这张票 实际上没有存在过 就是一样用这个 收入台北 台北 巴黎 巴黎 台北 台北 收入 那这张票是豪金 然后他可能票价 可能是三万块 对 那如果你是跟我一样 觉得很短层 不太需要 坐到商务舱的人 你也不用把整趟去坐 升等 我就升等长城的这一段 就从豪金舱 升等为这个 商务舱这样 大家有理解的感觉吗 就是外战票 还有另外一种 画式的玩法 就是我今天买了一张 现金的外战票 我在比较重要的 那几个行段 尤其是跨洋 我直接去做升等 这样 当然这个应用 通常是应用在 高仓等的外战票 通常就会应用在 例如说一些豪金 或者是经济 有些经济 其实仓等也是蛮高的 但这就很复杂 你就要去理解这个仓等 所以那集没有讲到这件事情 因为这个太紧接 这样 所以把这个 刚刚过去的三分钟 可能有些人听不懂的 我做个总结 今天这个底层 你要想要做大商务场 那其实你要想很多很多功课 那刚刚讲的这一段是说 原本我们都是台北出发的思维 然后我们改成外战出发 那外战出发当然就是 我们会建议去做一些旅行上的分割 这样一样 从细节去听常人外战的一集 那就是可以把这个 这一个基隆坡 跟我刚刚讲旧金山跟基隆坡 可能可以把它分成三趟的旅行 这样去做 那你花钱 整张票 这张票加起来会比较便宜 会比从台北发便宜 但是因为你家头为两段 所以你还要买一个票去吉隆坡 那你还要买一张票 从吉隆坡回来 所以这几张票 或许不会到特别便宜 但是你多两趟旅行 有些部落客 或者是有些网红 就会跟你说什么 哇你花了更少 可以去更多的地方 但是不一定 因为你去那边就收个消费 所以这也是给一些 你可能本来就是 可能只会去一趟 但是你可能想要用很便宜的价格 去达到商务场这样子 这也是一种方法 所以你说这个到底有什么方法 其实很多很多很多很细节 那对于一个消费力 如果是不足的人 所谓的不足就是 你距离你目标很远 那你可以降低目标 或者是提高你的消费力 提高你的资产 就这么简单 那购买这件事情 购买这件事情 我还是要说 那集我应该没有讲的这件事情是 其实航空公司是禁止购买的 其实是禁止购买 但是航空公司 也为了他们的生存 他们不能完全禁止流动性 一个东西 其实如果没办法在市面上流动的话 基本上就是民币 这样讲也很怪 因为大家其实都还是需要有一些处理的方式 如果今天这个东西是不能转账 其实对于航空公司也会有一些影响 所以这个详细也可以去听 我那一集还没上 对 比如里程那一集 那其实航空公司是禁止这件事情 但是这件事情都还是会在私下发生 那航空公司也是这件事情的逼之间 因为毕竟你发出的里程 某些人来讲也算是这个未实现的顺利 对公司来讲 好 然后 然后 正确的事情应该不是未实现的顺利 还是随便 反正对公司来讲 他其实也是债在外面 这样 所以他有时候也会需要回收 这样 好 然后再来 就是 为什么叫这个 哪一个比较划算 然后为什么会讲到 这个是因为里程的买卖 好 里程的买卖这个部分 是因为 里程基本上 他不能去做交易 然后再来是 如果你今天做交易 你要有一些管道 有些管道特别贵 有些便宜的管道 那我这边统一 大家就是推荐大家 PTT的Points版 P-O-I-N-T-S 这个里面有蛮多的 这个比较偏买方市场的 也就是说 在上面 你要买里程的话 其实那上面价格是蛮低的 它不是最低 但是是前期低的 那如果你今天在社团 或者是在一些LINE群里面 有时候可能价格也不会那么 可能你会 对于买家 其实我觉得这边是OK 脸书的话 脸书社团那个真的是暴利 就是卖家卖的价格都非常的高 所以我建议 这个基准就从PTT的Points版 这个版先去看一下 这个大概感觉一下 大概的感觉 那我刚刚都有一些股价 我像我例如说 那个台美商工商是15万 对不对 我刚用0.47 0.47怎么来的 其实也是一个 你一定可以真的到的价格 这样 但其实现在可能0.45 也是真的到 就是你买得出去 卖得掉的价格 可能是0.45 这样 对所以 那么听起来很复杂 它就是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汇率系统 然后在网络上 它可以进行去做小交易 可能它是另外一种美金 但是这个美金随时会贬值 随时会改表 随时会跟你说 你今天这个美金 你要去买这个大麦克 从原本的3块美金 你要变成要付5块美金 所以是有这个可能 而且没有保护措施 不会变成说 你三个月后才能改 只有台湾才能这样做 在全世界没有 我就改 就是明天就可以改 对就是突然改表 然后它随时要重扁 两层都是可以的这样 所以有时候 你会觉得很挫折 就又可以回到 再敲回原本的第一点 就是你消费力要不够 今天消费力不够 你今天说 耶我集到5万点了 结果fuck 下个月改成6万点 才能换到你的目标 那你可能就要杀机取乱 你可能就变成说 好吧那我只能换 3万5千里的这个东西了 我可能没办法集到6万 因为我没有办法 在一个月内 我可能刷 刷机到这个钱 那你就变成杀机取乱 你就要换一个 你不是你退休息室的目标 所以我们听起来 就是觉得 如果你真的不是 在这个经济上 比较有愉悦的人 或者是未来比较有愉悦的人 或者是 你没有办法再扩张 这个消费的话 你可能 你可能比较玩不起这个活动 那取而代之的 你可以使用的 就是去购买里程 那购买里程跟这一件事 跟累计里程 就是完全是两件 我自己是会觉得 是两件事情 因为你可以完完全全 每天都用你的 这个富邦J卡 或者是你的 联邦集合卡之类的 然后去做消费 但你一样可以玩里程 我可以一样 在海外公司取一个账号 然后再去 去购买一些很低价的 因为有些 有些小白痴 因为我们在这个市场上面 已经看到很多价格 例如说 我刚刚讲上网航空 可能目前是0.45左右 那有些人会卖0.4 为什么 因为他快过期了 就是我那一集 一直在警告的 就是很多人 就是要么会过期 要么就是 他也花不掉 他只好怎么样 卖掉 他只能卖掉 那卖掉的价格 一定不会好 集齐价格会再更低 因为他求卖 就跟卖房子一样 我今天急需钱 我今天这个房子 已经快过期了 我的里程快要过期了 那我是不是要 减价卖出 所以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是有 里程玩家 我们看到低价 我们就可以先买 先把票开好 这样 所以懂那个意思吗 懂那个意思吗 其实 你完完全全可以 不要碰里程 但是你可以开里程票 你不一定要买里程 你不一定 你要累计里程 才能开里程票 这有点反逻辑了 因为反逻辑了 像长荣跟华航 这种东西 你都完全全可以 跟别人买里程就好 那国代航空也是一样 新航也是一样 新宇 目前不行 但以后一定可以 因为这个会大大增加 这个货币的流通性 流通性才是最重要的 一个不会流通的货币 它等于没有价值存在 所以他懂那个意思吗 所以如果我今天 我今天因为是 我已经开始累积了 那我都会叫别人 不需要跳坑 除非你真的 你的消费力足够 或者是说 你真的是觉得说 小杰这样好酷 我也要试试看 我想自己累积 又不想买别人的 但是以CP值来讲 绝对是买别人的最划算 因为我们自己 累积的这个里程 我这样再算给你听 也不用 也不用算给你听 就是我上一期 在新宇那一期 我有讲一个例子 然后我算了一下 大概是 以国内消费的话 大概是3到4%的现金回馈 当然海外消费的话 其实会更高 可能会到6到8%左右 但是这个前提都是你换得到 你都是你换得到票 这样 所以它消费 或许真的 折底下来会比较多 但是如果你今天能够再换到 例如说商务舱 因为商务舱的现金票很贵 现金票很贵 我们再举一个 再举一个例子 但是这个例子会有点 我怕有人睡着 我们再讲一下台美的商务舱 台美的商务舱 这个用这个NA 用这个全日空去算的话 它要9万里 大概是9万里 因为它有单望期之分 我们用9万里去算 9万里的话 我们用这个最极端的算法 我们全部都是海外消费 刷卡的时候 我们海外消费 那我需要刷90万台币 然后才能获得相应的里程数 然后可以去换机票 那我们这边 因为为了算计算方便 我们也讲当作税金 这些没有这件事情 其实税金有时候可以很贵的 那我们先省掉税金 那一张机票的多少钱 一张机票 如果现在台美商务舱的话 我们常常用工去计算的话 这个票面价可能是15到20万 那也为了方便计算 我们就算15万台币 所以可以理解的是 你花了这个90万的海外消费 90万台币 你回馈出了一张15万的机票 那有些人就会这样算 就是用说什么 15万除以这个90万 这样子是 我来处理一下 这样子的回馈率是0.166 aka16% 所以你这个刷AI卡 这个回馈率叫做16% 有人会这样算 但是我觉得不能这样子算 我觉得不能这样子算 因为这些标价本来就太荒谬了 有时候商务舱的这个票 就本来就不是给正常人买的 所以有人会这样子算 然后有些人就会很开心 觉得说 我现在刷了每一分 我现在刷了100块 我就是会有16元的进账 因为如果未来 我换到这个全日 用全日空去兑换强绕航空这样子 但是这个不是 这个中间有重重的关卡 那我在那一集 讲了非常非常多关卡 包括过期 包括你根本不会换 第二个是航空公司不换票 第三个是什么改表 第四个可能是 一些其他状态 这样就是 事情不是像是现金回馈的 来的那么的简单暴力直觉 这样 那你真的要能够回馈到16% 你的代价你可能 我刚刚所讲的东西 你都可能要理解 可能都要知道怎么换 这样 然后这个16% 我还不包括你税费 然后跟一些其他的额外的费用 包括信用卡有年费 信用卡有些贵的年费 可以到2万 可以到快4万等等 所以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他的 其实后面的成本很高 那他这个游戏 本来就是设计在赚钱的 就是本来 真的是本来是设计在赚钱的 那也很多人 因为这样子 而就会去扩张消费 但是信用卡的本意 其实就是 信用卡为什么可以给回馈 就是因为其实 他除了手续费以外 他还有很多的利息可以收 那一定是在一个 他们一定会赚的情况下 才会发行这个东西 那其实就是因为 很多人其实可能会分歧 可能会欠款 可能会有循环利率等等的 那他们就可以 因此而赚到这些钱 所以大家懂那个意思吗 就是 与其 我那一集 应该最后也是这样讲 就是与其去 在乎站小小回馈 有时候 不如就把这个时间 就拿句话去想 你要怎么样 赚更多的钱 可能会比较重要 可能远远会比这个回馈 来得重要许多 如果你跟我是差不多年纪的 这种30岁左右的人的话 投资自己可能比较重要 这个算是省小钱 那我也是觉得 如果你有兴趣 也可以去看更多文章 然后再来跟我有一些回答 问答这样子 那我可以回答一些比较 比较更深入的问题 例如说你可能说 我现在有多少里 然后我要怎么换 或者是说 那我现在已经有 一万五千里 那我现在 剩几年过去 有些简单的问题 我可以帮你做回答 这样 那如果是 要入坑的 消费力不够的 一律是建议不要 那如果你只是要藏鲜的 那我也觉得可以 我不会阻止别人 就是花个几千块 几万块 然后去藏鲜 我觉得这很酷 因为这个 我刚开始就是这样进来的 我就是藏鲜进来的 然后我藏一藏 我就没有出去了 对 所以这个就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那也感谢今天这个 首先也感谢那个Joe 帮我分享这一则 然后帮我做一个 非常漂亮的一个动态 然后第二个就是 我们的S信先生这样子 然后今天做一个QA 基本上就是为了你 那希望你这个 有被回答到 那有问题再回答 再问我这样 那如果你有其他人 如果听这一集有问题 你可以去先去 先去把上一集 新鲜明卡那一集听完 或者是长龙外站听完 那未来会有一些 已成相关的东西 我还在思考 要不要推出 因为我觉得这个 推出完之后 我就会变成一个客服 我就会变成一个 很多 其实很多 这一方面 我都不太想做的事情 就是你今天做了 那你就要对别人负责 这样 然后我还想说 哇天哪 我现在没有忘记收钱 这样 对 因为这些东西 如果要系统性的教学的话 其实在外面都是 要付钱的 都是要 都是有课程在教的 对 但他们因为有收钱 所以必须要比较负责一点 我就是讲讲嘴炮 那有些东西 也有可能有机会是错的 这样 对 好 那就先到这边 感谢这位观众的提问 那如果 按错 如果你对于 如果你对于我们的节目 那有兴趣 或想支持的话 记得帮我们追踪一下 我们的Instagram JZ.TLK 或者是去帮我们在 Apple Podcast上面 五星好评 五星好评是每一天 都可以再按一次的 那如果你想支持我们 继续做这些 更多的内容的话 也可以欢迎 使用我们的 那根订阅功能 好 那我是小杰 那我们下集再见咯 拜拜 OK好 这一集其实就是为了 这个观众 然后听众 然后特别是录了这一集 但因为 我知道这样子的 我觉得这样 对我来讲比较快 因为有时候 我要一直打字 我没办法一直打字 然后有时候 也有很多 会问相同的问题 那这个同知性太高 所以我们直接录一集 希望 这个你会喜欢这一集 对我来讲比较快乐 对我来讲比较快乐